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光当时真可爱 现在真的是长大了呢 师父 阿弥陀佛 哦 小莲 你来了 等一下 我叫吴光去买东西 他有交代 如果你来了他还没回来 就请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嗯 好啊 谢谢师父 师父 您在看什么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这是吴光刚进寺院的时候 参加的第一场法会拍的 很可爱吧 哇 真的很可爱耶 吴光看起来好傻的样子了 好可爱耶 跟现在比实在差太多了 现在根本就变成一个 鬼灵精怪的小沙迷了 对呀 吴光现在变得这么聪明伶俐 也是一种进步 想到当初他刚进寺院来的时候 对什么都很陌生 对什么都很好奇 就像一个刚接触世界的好奇宝宝 他每天都会问我好多问题呢 好像在他的眼里 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很有趣 嘿嘿 对啊 现在想想 其实他也蛮辛苦的耶 小小年纪就要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 还要学习这么艰深的佛法 有时候我还蛮佩服他的呢 是啊 吴光一直是我们的开心果 他总是笑笑的 对什么事情都很乐观 看着他呀 好像我的烦恼都不是烦恼了 嘿嘿嘿 你看这张 他学念经的师傅 拿着沐鱼棒 敲打沐鱼的样子 真是可爱啊 哈哈 真的耶 沐鱼都快比他还大了 好像摸不到沐鱼的头一样 可是他现在 已经可以好好的敲沐鱼了呢 哇 真的进步好多耶 对呀 你再看这张 他站在大钟旁边 都跟大钟一样高 可是现在 已经比大钟还高了 真的长大了 师傅 这张是怎么了 裤子破掉了 武光好丢脸哦 这张是在干嘛啦 哈哈哈哈 哦 这张啊 就是武光第一次穿僧服 就想要学什么少林寺打武功劈腿 然后裤子就破掉了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啊 也是调皮得很 好可爱哦 把这张照片拿去威胁他 一定很好玩 什么东西很好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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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杀我们啦 哎呦 回来了也不说一声 我有讲啊 是你们自己没有听到吧 呃 你们在看什么啊 嘿嘿 我们在看你以前的照片啊 呃 你们干嘛乱看啊 哎呦 小瘦脸耶 哦 小气耶 给人家看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呃 师傅 你怎么这样啊 丢眼啊 拿我的照片给别乱看 呵呵呵 不会呀 师傅觉得很可爱呀 我只是想说 拿出来回忆一下 小脸就刚好来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看了 嗯 你这样 不会变坏人啊 喂 为什么会变坏人啊 就只是一张照片吗 那有什么关系 好 我告诉你 你看着这张照片 然后跟大家说 我裤子破掉 然后大家就会笑我 然后我就会被他们欺负 然后我就会受不了 去欺负他们 然后我就会走歪路 然后我长大以后 就会去杀人 然后发明杀人机器 然后整个地球爆炸 哎呦 哪有这么夸张啦 为什么不是 让这张照片变成你的动力 然后开始打扮 变得超帅 然后被星探发掘 然后变成大明星啊 哪有啊 海海人双都是这样演的 武光 你看太多电视了 我看你们两个都想太多 不过 这个有趣的想法 倒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 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 你怎么看这件事 怎么去定义它的价值 就会影响后来的结果 什么啊 听起来好像变得很复杂 不会呀 来 师父用一个故事 解释给你们听 耶 师父要讲公司了 有一位年轻人 却拜禅师为师 希望禅师 可以教导他人生的价值 年轻人 年轻人成为禅师的弟子之后 禅师却只让他扫地 泡茶 接待客人 闲着的时候就静静心 过了一段时间 弟子忍不住问禅师 师父 您什么时候才可以告诉我 人生的价值呢 禅师只是笑着 没有回答 然后弟子又再问了一次 师父啊 您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告诉我 人生的价值啊 然后禅师 就拿了一块石头 给弟子说 你把他拿到菜市场上 去估价钱 只要了解一下 他的价钱 不要真的卖掉 但是在菜市场里 都没有人理这块石头 只有一个人出五块钱 要把他买回去 石头啊 买回去干嘛 五块钱 可以拿去买一条巧克力 算我都不厉 买回去 当做压酱菜的石头啊 五公 你所认为 没有用的东西 在别人眼里 不一定是没有用的哦 后来禅师 又对弟子说 好 你现在把这块石头 拿去钻石市场看看 弟子就把石头 拿去了钻石市场 很快就回来 便高兴地说 师傅啊 那里的人说 这是一块完美的钻石 要开价五万呢 哇塞 五万呢 好多 五块跟五万的差别 很大 对呀 然后禅师就笑着说 这是一块石头 有人想拿它去压酱菜 有的人想把它变成价值连城的珠宝 但是石头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问题在于 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它 它就指什么样的价值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 什么才是人生的价值吗 现在你应该清楚了 用菜市场的眼光 和钻石市场的眼光看 所看到的人生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呀 弟子一听 就恍然大悟了 嗯 我现在懂了 一件东西的价值 不是它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去定义的 而是我们看它的眼光 决定了它是什么样的价值 师傅 如果我们想要让世界变得美好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就要先变得美好 这样看出去的世界 才会是美好的 对不对啊 嗯 小莲说得对 所以啊 物光 不要再想世界毁灭那种事情了 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里怎么想 心里啊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 希望寻找生命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 却不明白 其实我们亲眼所见 心灵所感受的 才是最有价值的 你们认为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哦 嗯 这个好难哦 我知道 我是物光超人 我是物光小师傅 很好啊 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自己 自己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的价值 不是由别人去决定的 首先 你要先看到自己的价值 别人才会看到你的价值 别人才会看到你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不是真的只金钱 是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的宝藏 就像物光这样的乐观开朗 像小莲这样的积极努力 然后 像师傅这样 从容淡定的样子 对不对啊 小莲啊 你太看好我了 师傅 您才刚说 要看见自己的价值 怎么马上就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哈 师傅笑笑脸 嘿嘿嘿 哎呀 好 你们说的都对 总而言之 师傅想要说的就是 你想要追求什么 心中就是什么 追求金钱的人 心中只有金钱 追求权势的人 心中只有权势 但是要小心哦 在这些无止境的追求中 一不小心 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 权势的奴隶 这是很可怕的哦 啊 会不会世界毁灭 嘿嘿嘿 世界才不会因为一个人 就毁灭呢 不过那个人的世界 倒是有可能真的会毁灭哦 啊 好可怕哦 嘿嘿嘿 别担心 雾光 只要你一直保持 像现在这样的乐观开朗 就一定没问题的 用这样的眼光 去看每一件事物 那么你的世界 就会变得快乐美好了 嘿嘿 遵命 师傅 我要把世界变成快乐的样子 然后一直努力 嗯 很不错哦 嗯 我也会跟你一起努力的 哈哈哈哈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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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嘿嘿嘿 最開心 法喜充滿 讓我們一起身體好 來運動 白白我的頭來白白頭 白白我的頭來白白頭 摔摔我的手來摔摔手 摔摔我的手來摔摔手 鬆鬆我的肩來鬆鬆肩 鬆鬆我的肩來鬆鬆肩 張開雙手深呼吸 抬抬我的腳來抬抬腳 抬抬我的腳來抬抬腳 抬抬我的肩來鬆一頓 抬抬我的肩來鬆一頓 抬抬我的腰來扭一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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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開雙手深呼吸 阿彌陀佛 來來啦 我光超人駕到 我就是正義的一方 哈哈 霧光 放學了呀 師父 我今天很厲害哦 我做了一件好事 哦 真的嗎 那很好啊 是什麼好事呢 今天在學校打掃的時候 我跟王大明就拿母布沾水 把窗戶擦得超級乾淨 亮晶晶的哦 然後我們就要插下一個窗戶 我就說我去換水 然後我就把水桶拿去裝水 回來的時候看到林小莉在哭 然後林阿虎在旁邊不知道怎麼辦 就有人說是林阿虎欺負林小莉 王大明就說 她一轉頭就聽到 砰的好大一聲 然後林小莉已經在哭了 哎喲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本來也以為 真的是林阿虎欺負林小莉 大家都在認真掃地 都沒有看清楚 可是林阿虎就一直說她沒有 她只是想幫忙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一直罵林阿虎 說她是想要推卸責任 那你也罵她了嗎 嗯沒有 哎為什麼呢 我本來又很生氣啊 也想罵她 可是我想到小莉姐姐上次說 聽說的話都是不准的 還有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 然後我又想到師父說 要觀察 要很聰明的去調查清楚 所以我就沒有罵林阿虎了 了不起哦 武光 師父跟小莉的話 你都有聽進去 那後來呢 然後我就看到林小莉的手受傷流血 所以我就先帶她去健康中心擦藥 然後等林小莉不哭的時候 我就問林阿虎到底有沒有欺負她 林小莉就說 她在掃地的時候不小心撞到櫃子 然後櫃子上面的箱子就掉下來 然後林阿虎就馬上把它推開 所以她才會跌倒 可是她受傷是因為被箱子的腳腳割到 還有林阿虎有看到 馬上把林小莉推開 不然林小莉就被箱子打到頭了 哎呀 好危險啊 還好就差一點點 那林阿虎當時把誤會解釋清楚不就好了嗎 可惜大家都在罵林阿虎 都不聽她說的 然後林小莉因為嚇到 所以一直在哭 所以林阿虎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跟林小莉回家睡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罵林阿虎 我就把事情告訴大家 然後把小莉姐姐跟叔父講過的話 都講給大家聽 大家就跟林阿虎說對不起 林阿虎還跟我說謝謝哦 那真是太好了 事情終於真相大白 林阿虎也不會再被大家責怪了 武光啊 你做得很好哦 師父真以你為榮 沒有啊 我也是因為有小莉姐姐跟師父跟我說過那些話 我才知道的 不然我可能也會跟大家一樣 相信林阿虎欺會林小莉 就罵林阿虎 師父很高興 你學會了在遇到事情的時候 先思考 再去做 師父 阿彌陀佛 欸 你們在說什麼啊 我也要聽 哈哈 小莉姐姐 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哦 哦 真的嗎 難得你沒有闖禍耶 嘿嘿 是做了什麼好事啊 今天武光在學校打掃的時候 發生一件意外 林阿虎為了救林小莉不被箱子砸到 就把她推開 可是大家都只有聽到聲音 沒有看到事情的真相 就怪林阿虎欺負林小莉 但是武光就仔細地觀察 又冷靜地聽林小莉把真相講完 然後幫林阿虎成親 大家才沒有再怪罪她 而且一直跟林阿虎道歉 所以我覺得 武光真的很了不起 除了告訴大家 眼見不一定為平的道理 而且還幫林阿虎成親誤會 解決了衝突呢 哇 真看不出來欸 武光 你確實是很了不起哦 不會跟著大家一起怪罪林阿虎 真的是進步很多欸 我跟師父教你這麼多 總算是沒有白交了 嘿嘿 嘿嘿嘿 好啊 我知道我很厲害 你們就不要再誇我了呀 人家伙不好意思 嘿嘿嘿 真是的 這孩子啊 剛才還在跟我要獎品呢 現在還害羞起來了 嘿嘿 那我也要獎勵你哦 哦 啊 那 我就再講另一個故事給你聽好了 就是一個關於不能分辨善惡 最後造成可怕下場的故事哦 啊 那會不會很可怕 不是鬼故事啦 哼 我要開始講咯 以前呢 魏國有一個梨秋香 裡面 有一些喜歡假裝成遊人子弟的鬼怪出沒 他們就被稱為 梨秋鬼怪 有一天 一位住在梨秋農村的老人 他喝醉酒在街上晃 在路上遇到了裝成自己兒子的梨秋鬼怪 那隻鬼就假裝要扶老人 可是又故意左推右搖的 讓老人一路上都受盡折磨 老人一回到家 馬上累得倒頭就睡 哈哈哈哈 那個鬼好好笑哦 還把人家推來推去 誰叫他喝這麼多酒 師父說喝酒對身體不好 我們出家人是不可以喝酒的 嗯 霧光說得很好哦 第二天 老人酒醒的時候 想到昨晚 被兒子這樣東推西拉的情形 就氣得把兒子罵了一頓 說 我是你的父親 你有孝順我的義務 可是呢 你昨天晚上 卻讓我吃盡苦頭 我問你 這是因為我平常對你不夠慈愛 還是因為你起了什麼壞心 兒子一聽完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委屈地哭著對父親說 這是非常不孝的事情啊 我怎麼會對您做出這種事情呢 昨天您出門不久 我就到東鄉找人工作去了 您從街上走回家的時候 我還在東鄉辦事呢 您如果不相信 可以到東鄉去問一問啊 是那個鬼 是鬼呀 他們為什麼都不知道 嗨呀悟光 你不要急嘛 老人知道自己的兒子 一向最誠實孝順 就相信他的話 可是老人家 左想右想都想不到 那個長得跟自己兒子很像的人 到底是誰 後來老人恍然大悟說 對了 一定是大家常說的那個 離丘鬼怪在作亂 老人計劃要報復離丘鬼怪 於是又跑去喝醉酒 在街上亂晃 打算遇到那個離丘鬼怪的時候 趁機刺殺他 可是妖怪不是不會死嗎 妖怪不是死翹翹 才變成妖怪的嗎 那個老人 他不是那個鬼呀 不對喔 這次啊 情況不一樣 老人故意把自己喝醉 走在街上 他的兒子 因為擔心父親在外面酒醉 回不了家 就從家裡出來 往街上的方向走 想要接父親回家 老人看到遠方 走來一個很像自己的兒子 就以為 是上次碰到的那個離丘鬼怪 等他的兒子走近的時候 老人就把劍刺了過去 兒子發出痛苦的叫聲 老人是被離丘鬼怪所迷惑 最後誤殺自己的兒子 啊 好可憐喔 怎麼會這樣啊 那個兒子怎麼辦 老人是壞人 他殺掉自己的兒子 武光 有的時候 生活裡的善 惡 真 假 不一定像表面一樣好分辨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 對別人做了壞事 就覺得那個人 一定是壞人 然後你就採取了行動 想要去抓住壞人 可是有的時候 事情的真相 可能正好相反 也許那個人 也許那個人 是因為要幫助別人 才會對別人 做了看起來像壞事的事 師父 你好像在講道口令喔 什麼壞人做壞事 然後壞人又不是壞人 哎呀 我都搞不清楚 哈哈哈哈 簡單來說 就像你今天在學校 聽到了林阿虎欺負林小莉的事情 如果你聽信別人的話 跟著指責林阿虎 那林阿虎不就會很難過嗎 這樣就造成了傷害 嗯 我看林阿虎被大家罵到好像快要哭的樣子 我就突然覺得他好可憐呢 小莉 武光 一個人 不管有沒有做錯事情 我們如果不是當事人 都不可以去責怪他 因為每個人都會犯錯 而且發生的事情 是當事人他們雙方的事 不是我們外人可以評論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懂得明辨是非 而且在行動之前 要冷靜 要三思而後行 才不會分不清楚善惡 幫助了壞人 是 謝謝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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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烦恼犹如早草山